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來講 接下來11月29日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單Q一槍過 跟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而至於我們不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的第四場是我們的五班 草地斯加三蘭千八米的賽事 金牆馬上有十二隻馬匹 都滿世馬匹的場合 而在金牆馬上 有些馬最近跑得不錯 跑了第一回來贏馬 基本上是這場馬全場近跡最好的馬匹 說的是哪一隻呢 說的是這隻二號的郭大俠 這匹二號郭大俠其實是最近第一 大家看得到 這隻馬的成績非常之好 而你又看這隻郭大俠上將怎樣跑 其實這隻馬上場呢 都在說在11月11日 跑那些沙田草里 二千米的五班賽事 是說贏馬的 當時用潘頓來贏 贏起來呢 那個姿態都非常厲害 大家可以看郭大俠當時怎樣跑 郭大俠就是這裏的 紅衣白帽的這匹馬 紅色箭嘴指著左了 大家可以看潘頓上將是怎樣發揮他 其實頭段時間 基本上郭大俠都是跟前跑的 大家看得到 潘頓很快就把這隻馬搶前 在那些大約第二疊左右的位置 你看得到 上場其實多快馬走的 都多快馬搶的 有1 2 3 4 5 6 六隻快馬來搶 來走的 所以郭大俠其實上將這樣跑 這樣跟別人搶 都不是那麼好處 說真的 之後 沿途基本上他都敢跑 去到轉馬直路 這隻馬 潘頓就趕快把他看空 3 4 5 疊來看空 一看空 這隻馬 其實就已經過了 你看得到 上將贏你上來的姿態是鬆容的 儘管頭段多馬搶也好 但末段只要一看空 一比下去 這隻馬就遠遠帶掉 後面的對手 跑到別人都完全無得跑 這隻馬 真的 是跑到別人完全無得跑的馬 最終 都叫做收姜回來 跑到第一隻 贏到第二名的馬 都整個碼頭位 後面的更加不用說 大家看得到 都贏到別人 過幾兩個馬位以上 所以這隻郭大俠上將的 贏馬姿態 我和你講 很明顯是強的 這隻馬很明顯是強的 還要上將 這隻郭大俠 贏到哪些對手 你看看 他贏風煙再起 日咒月章 山山福運 這些馬 還要再出 日咒月章 再出 山山福運 再出 喜悅一新 再出 金瓶銀星 再出 還有鑽石 附杖 也會再出 即是說 未來同場有五匹馬 上將是輸過給郭大俠 是吧 看到嗎 有五匹馬是輸過給郭大俠 所以 以馬論馬的話 你說未來的這一場 這隻郭大俠 是不是要秤高 是不是要秤高 是吧 這樣的贏馬姿態 贏到這麼多馬 未來 你都不要說這些馬 沒機會了 這次打了黃牌 其實 隨時都是說 在未來的一場 再有機會贏的 是吧 所以這些馬 我相信很多人會買下去 不過 這次我們會不會買它呢 其實這場馬 我不是說 這麼想買到這隻郭大俠 這次是沒有買到這隻郭大俠 雖然知道它厲害 但是這次也不買 為什麼不買呢 原因是因為 這場馬 潘頓都棄棋了它 我告訴大家 潘頓今場是棄騎了這隻郭大俠 而是選了另一隻馬 所以這場馬 其實我想相信潘頓 所以第一次我們會選到馬匹 其實是這隻五號的豐盛多彩 為什麼這次會選這隻豐盛多彩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潘頓棄騎了這隻這麼有實力的郭大俠 而選了這匹馬 第二個原因就是 是因為如果大家仔細看這隻豐盛多彩的賽跡的話 你會發現這隻馬 原來不打它 為什麼說呢 一起看實際 這隻豐盛多彩 其實最近都跑過的 是吧 11月1號 跑過那些跑馬 那些草的千百米的五班賽事 最終是跑過第四名回來的 當時這隻馬 由巴道騎 巴道騎 跑過第四 還要37倍 其實看起來 也不是那麼強 這麼懶 還要跑第四分 也進不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仍然都選他呢 我們可以仔細看這隻豐盛多彩 之前巴道是怎樣騎 豐盛多彩 之前的那一場 是排著十一檔 這裡就是他 紅袖 紅帽的這匹馬 紅色戰爪 大家可以看實際 這隻豐盛多彩 當時是怎樣騎 怎樣發揮 因為這隻豐盛多彩 之前排著十一檔 劣檔的關係 所以這隻馬 其實擺在前走又不行 流後跑都不行 搞到要被人頂 他被人頂到三碟的位置 你想想這場馬 是一場長途賽 他長途賽被人頂到三碟 他是多少 他是唯一一隻被人頂到三碟的馬 所以這隻豐盛多彩 在金像是跑得很吃虧的 是非常吃虧的 唯一一隻就三碟 沿途一直都敢跑 夠膽死 你看這些馬 都被你吃虧了 沿途一直敢走 這隻馬 所以最後 他能夠衝近 我跟你說 他很厲害 這隻馬 嘩 還在四五碟轉彎 都被人頂了出去 但是最後 他仍然能夠衝近 跑到第四 我覺得他算是這樣的 所以這隻豐盛多彩 我認為他其實不算是太差 不算是太差 是吧 說真的老實說 當時這隻豐盛多彩 都贏到一隻角大俠 是吧 所以這批這樣的豐盛多彩 我認為他不差 最近的這些跑 跑馬里操你千百米五班的表現 是不差的 這次潘頓選擇他 絕對是有潘頓的原因 潘頓真的看得到這隻馬有了道 他亦都之前看得到 郭大俠有了道 所以才最近幫他保重 是吧 其實就是在這場 他看出來的 我跟你說 潘頓當時 他在這場馬 不是騎郭大俠 亦都不是這隻豐盛多彩 他是騎什麼 騎落天派 是吧 他騎落天派 其實潘頓就是知道 樂天派這筆馬有實力 這組馬強 所以當時 下一仗 郭大俠跑完第六 之後他馬上騎 走去跟他跑 保重 是吧 他知道這場馬是有了道 那些馬不差 所以他就騎了一隻郭大俠 為什麼這次他沒有騎到郭大俠 而騎到另外一隻 風盛多彩 因為他都知道 風盛多彩是這一組強 是吧 更厲害 他就是郭大俠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 郭大俠 就怎樣 加分 風盛多彩 加分嗎 不需要加那麼多 整個條件 根本就不同 你看 之前風盛多彩跑第四 一二七磅 接下來這場就是一二七 負榜沒有變過 好處 那郭大俠呢 郭大俠之前一二六 接下來要揹一三一 所以就是說 今場馬比之前跑第六的那場重了五磅 所以潘頓這傢伙都計算過了 他都會計算 是吧 我們 沒有理由都不會計算的 是吧 我們作為馬迷 是吧 大家 都要計算這些數 是吧 潘頓是醒目仔 知道這一組強 就拿了一隻風盛多彩來騎 是吧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風盛多彩 不是說沒有機會保重的 是吧 人家說之前厲害過各大俠的 那跑這個這樣的 跑馬里五班千八米 來著跑相同路程的 那這隻風盛多彩 絕對是說有一堆 這次還要打完黃牌 這些馬真的隨時保重了 你看看這隻馬這次 都還要是說操練做足的 真的做足萬全的準備 這隻馬不是說謬謬言 放潘順上去的 他不單止是說儲夠了分 人家加分他不用加 他還要是說想重發粗元 試試課閘的 在這課閘 這隻風盛多彩 都輕鬆跑到第三 跟前離走 最終是說能夠跑到第三 所以這隻馬表現絕對不差 跑法亦都能勝 他去到五六位跑 在三四位跑 這隻馬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這次 由到潘頓來騎 隨時是說保重的 打完黃牌 所以我們都想上一上潘頓 潘頓選這隻馬來騎 我們都選了潘頓選的這隻 這隻五號的風盛多彩 先來試試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今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會選哪一隻呢 其實我就想選 蔡明肇騎的馬 講緊的是 這隻六號的山山福運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馬 我們先來看這隻山山福運 這隻山山福運 在今季跑了三場 兩場跑馬地草地 一場沙田草地 而他做出來的成績 都是說一win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基本上這隻馬 在今季跑三場 都是說有好的表現 跑跑馬地草地的賽事 千萬米五班 更加是贏馬 其實成績是非常之好 非常有表現 這隻馬其實跑跑馬地 是厲害的 我們可以看分 山山福運 當時田太昂是怎樣騎他 山山福運 當時就是這裡的 綠山粉紅 就是粉紅 沒有的 這筆馬就是他 紅色戰爪之外 大家可以看分 山山福運 當時是怎樣發揮 頭段時間 大家看到 這隻山山福運 流後來對跑 在二碟位置 大約第七八位 基本上 這隻馬 沿途都敢跑 沿途都敢走 沒什麼大問題 之後去到八百多米 他還在尾五座位置 大家看到這隻馬 跑得非常被動 真的非常被動 前面那些馬 都大了多少 被動的馬 今場馬 你說著不著數呢 老實說 今場馬 你跑得這麼被動 肯定不著數 因為你留意時間 今場馬 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慢一點步速的賽事 慢慢步速 慢的標準時間 其實你不來追 但這隻馬 是一隻追的馬 這麼厚的馬 所以你說 他這樣跑 肯定不著數 還要轉彎 入直路 你看他踏到多遠 這隻馬 踏到七疊 八疊 九疊 這樣 踏到很遠 這隻馬 所以這隻馬 這隻馬 是跑得很吃虧的 但是盡管這麼吃虧 你看看 山山福運 最終最後的走勢點 最終他以什麼姿勢贏馬 其實這隻馬 盡管這麼吃虧 還要虧 形勢的步速 最終都能夠湧上來 田太太 我真的打了幾拳 他湧上來 輕鬆就贏馬了 贏了一大堆殺力馬 當時這匹馬 就是贏到 又是來這場馬 一堆 你看看 其實這隻山山福運 實際上是贏過 未來同場再出的 滿載歸來 豐盛多彩 喜悅一身 郭大俠 威力聲 黃金風促 鑽石福將 以及那隻旅遊小子 即是說 未來同場再出的八匹馬 這隻山山福運 都贏過了 所以你說這隻馬 在未來一場 能不能夠稱高 其實絕對要稱高 贏過八匹 不算他自己 未來這一場 其實只有十一匹馬 不算他自己 十一匹入面 你贏過八匹 你也不要說這隻馬 沒有機會 根本一堆馬 都不夠跑 跑這個跑馬 比草地五八千八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是很有料到 這隻馬 真的很有料到 這隻山山福運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場馬 一定是要稱高 這匹馬 一定要稱高 這匹馬 這匹馬 一定要稱高 這匹馬 這匹馬 好跑 這次雖然換了人 不再用田太安 今季夜馬拍檔 但這次是換蔡明紹 我覺得換蔡明紹 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隻馬 曾經都用蔡明紹 來贏的 其實 之前都用蔡明紹 來贏的 都是贏了菊草的賽事 所以蔡明紹 是適合跑這匹馬 會跑這匹馬 用到他 我都覺得適合的 五檔 好跑 打十黃牌 隨時有保重 這些馬 隨時有贏 對手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多馬 都會選這匹六號 山山福運 來對買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 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這個彩池 去買回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 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分他們 在接下來的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次拍照 再次拍照 好 太師傅 像 护送